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方做的 采样56个样品 56个样品里面 你知道反式脂肪第一高 高多少吗 高达56件里面 所有植物油 动物油里面 最高的是猪油 三件样品有两件 意思是什么 两件不平白大堂的业务用的豬油 反式脂肪高到下死人第一名按第四名 普通家庭用在护的 是合格的 这个我有告诉你们 毛个公告嘛 这个猪油含量这样子算不算是反式脂肪非常高非常显著 这个计划当初呢 卫福部食药署是希望调查国内 这个 我知道了 你都不用跟我说 计划的前言有讲 计划主持人说的 反式脂肪三个来源 第一个是 如果你是牛油 它的反除动物本身就含油了 第二个是 植物油的话是人工去氢化的 就是人造奶油 人造乳马林这种 人工把植物油拿去氢化 或者是植物油还要在精炼 还要在脱臭 买人家下脚料油回来脱臭 精炼 所以植物油也会很高的吓死人 第三种是反复加热啦 所以当时就知道猪油有问题 102年再做一次反式脂肪市场调查 你不让研究单位自己去采样啦 FDA的食品组的 自己提供38件这个指定样品 然后还指定地点去取样 全部样品是FDA自己提供96件 验96件 但是 第一油当初第一名高的到第四名高的含量的 跳过去 不再验猪油了 为什么 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是不是Bubbie 知道第一名含量最高的猪油 有反式脂肪异常的高 在下一次做实验的时候 在委托研究的时候 采样FDA自己采 不让研究单位采样 然后所有的采样样品里面 没有把上一次含量最高的猪油 采进来 所以猪油就没有做研究了 直接跳过猪油 为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想这部分的话 我们回去会把这个报告仔细看了以后 你还不知道 我忘了你是去年年底才来 真要这个两份报告 你的部下 人家说他们是财团养的 人家说FDA是财团养的 果然证实没有错嘛 你到底管不管得到你的部下 这些在帮着顶心 帮着正义 帮着强贯 这个 在护航猪油业者 这一些公务人员要不要抓出来没有惩处吗 第二次喜欢白彩猪油了 看不出所以然啊 你知道委员要要报告是要不到的吗 你知道这个资料是怎么来的吗 连要资料都要不到 引力资讯 早有研究报告 早就知道猪油 有问题 而且还会知道下一次研究采样 不要采猪油 你觉得这个跟搜索油 有没有相关 这个是证据很明确 因为天然的已经有这个背景值出来了 但是你今天测出来的这个加工的原料 竟然它已经高到四点多 显然已经是偏离它的天然背景值 所以是有添加的 这个跟当初大同 甲油混油免子油时代一模一样 早在免子油发生以前 委托研究案就发现 所有油品都混油 脂肪酸分布都有问题 今天在收水油事件发生以前 早就知道猪油有问题 你们都不用负责 这样一而再 再而三 隐匿 包庇 然后表示你们不知情 保重这样不用付责 跟委员报告 你怎么穿过来说 我在问保长 你怎么保长 不不 我是给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 连我就可能没什么时间去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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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